外星势力全面进攻人类殖民星 星球大战一处几发 在一处偏远的殖民星球 当地居民正在紧急撤离 使之中途突然遭受强性号干扰 他们失去了与总部的联系 士官长按道不妙 飞快朝着中级站所在的高地跑去 当他几个剑步攀上陡峭的崖顶时 发现这里居然一个人都没有 周边只剩下几辆空车和通讯设备 约翰断定这里一定出事了 忽然前方传来几声枪响 他总算找到一对失踪的陆战士兵 询问后才得知 中级站刚刚受到强死场干扰 有人看见浓雾中有人因闪动 话音刚落 一名士兵原地消失 约翰大喊着赶紧撤 不到一会儿 刚刚聚拢的小队 只剩下他和一名女兵存活 忽然一柄光剑划破浓雾 约翰总算看清敌人的长相 来者竟然是新萌的外星战士 好不容易解决对方 又有几名战士突袭而来 约翰拼死反击 总算歼灭了眼前的敌人 这时候他意外发现 先前会合的女兵居然没死 正要扶起对方时 浓雾中再次出现好几只精锐战士 他们的体型比之前还要魁梧 谁知下一刻 他们集体收起能量剑 约翰隐约看见一道人影 像是给外星战士下达了撤退的指令 没过多久 一道道光柱从天而降 原来是外星人开启了远程打击 大片土地在高温中烧下纷纷化为岩浆 驻守再次的陆战士兵 也不得不紧急撤离 不少运输舰还没来得及升空 便被光柱击中化为击粉 最后撤离的士官长和一批土著擦肩而过 这些人并不打算离开故土 而是要留下来和大帝共同化为玻璃晶体 约翰眼睁睁看着几人 缓缓消失在大片绒江中 最近几个月 人类联盟有好几个殖民星球都被星蒙玻璃化 约翰实在想不通 他们为何要提前派遣外星战士进行登陆作战 执行官正准备将此事上报给情报局 会议室中突然冲进来一位中年男子 他的名字叫做艾克森 是来接替哈尔西博士 成为斯巴达项目的新任负责人 在场的斯巴达战士面面相去 显然对这位新上任的负责人不太感冒 谁知后者对他们的印象同样不怎么好 斯巴达战士虽然战斗力强悍 但是经理及时以及记忆觉醒后 已经被指挥部公认为最不稳定因素 直到现在他们都只能在后方执行简单任务 并不能前往一线和敌人进行厮杀 不过士官长约翰并不在意这些 他单独找到新来的上司艾克森 再次阐述了在殖民星球的经历 认为星盟很有可能再有意训练战士的登陆经验 否则直接开炮将星球玻璃化就完了 他们一定在图谋更大的目标 谁知艾克森和其他的高层一样 对约翰为首的斯巴达营队充满偏见 不肯相信他们提供的任何情报和建议 更让人气愤的是 指挥部队约翰在撤离战役中的应用表现只字不提 反而对那名幸存的陆战女兵大家赞赏 甚至还特意颁发了一枚十字勋章 用来表彰他对抗星盟式的应用表现 斯巴达战士看完新闻后期的步行 他们已经被血藏够久了 约翰心中的怒意更甚 再次找到新任负责人艾克森 这种不实的报道 很有可能让士兵错误评估敌人的战力 到时候将会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 可艾克森也有难言之影 军方刻意弱化斯巴达的影响 也是无奈之举 因为他们的表现实在难以获取信任 就拿这次撤离遭遇战局里 在被新盟数名精英战士围攻的情况下 约翰却在汇报中说是他们自行遮退的 这是说出去谁会信呢 除非约翰和新盟达成了不可告人的协议 这让约翰根本无力反驳 因为他也无法理解外星战士的动机 约翰没办法 只能悄悄找到已经离职的前指挥上将 对方也和哈尔西一样 因为斯巴达暂时在上一季的私自行动 不得不站出来背锅自去关职 好在上将的影响力尚在 听完约翰对于新盟的推测后 叮嘱对方如果有了新的发现 可以随时过来找自己 言语中满是敷衍之意 约翰叹息着默默走出房间 想不到找一个信任自己的人会如此艰难 可他没想到的是 宇宙中为数不多的好友所轮 此时也遭遇了莫大危机 一位叫做菲利克斯的小伙 自称发现了哈尔西的踪迹 可当他操控飞船 来到对方指定的地点时 居然落入事先布置好的陷阱 眼看飞船不受控制的莫名离去 一大帮联盟士兵突然出现 将索伦请住 理由是他犯下了各种滔天的罪名 而此时的约翰 没了得感觉一阵烦躁 他跑到中央大厅 发现有人在更换外出任务人员名单 其中就有斯巴达小队成员扣伯特 约翰愤怒地斥责道 扣伯特只是外出任务未归 并不是死的 为什么要取下他的名牌 可对方只是奉命行事的打工仔 哪里会知晓其中原因 约翰立刻转身找到艾克森 当初军方派遣扣伯特外出执行任务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后者面露讥讽 斯巴达正是不会阵亡 他只是失踪了而已 约翰气得咬牙切齿 决定自己去找可能约翰的下属 艾克森警告他 擅自外出将会遭受严厉惩罚 因为谁都无法确认 他跟兴盟是否有所勾结 约翰都快被气笑了 之前他在殖民星球的表现 虽然没被记录 但是幸存的女兵佩雷斯全程在场 谁知艾克森却表示 佩雷斯什么都不记得了 并没有证实约翰的说法 随后再次告诫他最好老实一点 人类联盟虽然离不开斯巴达战士 但是铠家里面的人可以随时更换 约翰越想越憋屈 只能将心中的不满和愤恨 全在训练中发泄出来 他坚信新盟总有一天 会对人类联盟发动袭击 为此不惜在实战训练中多受些伤 也好过在未来战阵中与命 尽管下属对于是官长的家里有些不解 但还是咬紧牙关努力配合 艾克森看出斯巴达战士的不满情绪 私底下一一拉拢众人 希望他们能够提供一些约翰的违规行为 却不想这些下属意外的忠诚 坚定认为约翰是最有资格担任 营队是官长的人选 而此时的约翰已经来到入战女兵佩雷斯的家里 他想当面质问对方为何不说出自己在殖民星球的见闻 却不合时宜地撞上佩雷斯的家业 他的母亲勿将约翰当成女儿的男友 因为他是佩雷斯第一个上门的朋友 尴尬地吃完一顿晚餐后 佩雷斯终于向约翰吐露了心声 他所有的战友全都在殖民星球殒命了 那些外星怪物唯独放过了自己 如果将这件事如数上报 佩雷斯面临的处境也许就跟约翰一样了 后者轻叹一口气 奉劝佩雷斯逃避是没有用了 总有一天那些怪物还会出现 你最好尽快找到原因 没过多久 约翰重新返回基地 他让电脑查询最近几周 斯巴达正式接受的任务 原来在新盟进攻殖民星球之前 这远星的终极战也遭到了破坏 所以军方调派扣伯特前驱之源 如今对方一直处于失联状态 约翰决定打着训练的幌子 前驱至远星解救下属扣伯特 与此同时 斯巴达项目的负责人艾克森 来到专属的人工智能助手面前 输入最近发生的所有军事信息后 对方得出一个可怕的预测 新盟有97%的概率 会大举进攻制远星 艾克森想知道如何才能避免这种结果 人工智能告诉他 不管采取什么行动 结论都不会有太大变化 而远在制远星的刺刀基地内 守卫士兵突然听见外面传来动静 所有人不愿而通的开枪射击 当一切平息后 一队队士兵走进黑暗中探查 不过很快就成片成片地倒下 原来是新盟的精锐战士来袭 身后居然还跟着满头银发的人类祭祀 以上就是光环第二季的一二集内容 另外这两集还提及了上一季出现的女孩 她所在的星球被新盟战士入侵 索性斯巴达战士出现解除了危机 如今她生活在贫民窟中 成为了一名牧蛎 可观的骨子里一直流淌着自由血液 不但是各想着逃离此处 甚至还不小心解决掉了追击的打兽 看出来这跟主线有什么关联 想必后续的剧情将会围绕 致远星的刺刀基地展开 对应游戏中的第二张内容 社官长因为担忧手下寇伯特的安慰 毅然驾驶突鹰战机前去找人 当然他还有另一个担忧需要验证 一行人很快抵达寇伯特执行任务的地点 漆黑的夜色一片寂静 周边似乎并没有打到的痕迹 队员们也很好奇 咱们这次任务为什么没有空中支援 社官长约翰只好实话实说 他怀疑星盟的外星人入侵了致远星 队友扣伯特很有可能遇害了 不过军方并不相信他的推测 所以只能选择私自外出执行任务 接下来只能靠咱们自己了 所有队员面面相去 心想是官长的胆量不是一般的大 没过多久 众人便来到成为刺刀的前哨基地 令大家疑惑的是 这里同样伺机一片 找了半天也没发现任何士兵的身影 忽然通讯台响起刺耳的噪音 约翰想到之前在殖明星球遭遇星盟战事时 也听过类似的干扰信号 心中更加确认外星敌人曾经来过这里 关掉通讯台开关 基地大厅再次恢复宁静 众人隐约听到地下一层传来有节奏的敲击声 端起武器小心翼翼地走下去查看 发现是一道闸门在重复闭合 约翰正要带人穿过去看看 身后忽然传来严厉的呵斥声 原来军方的陆战士兵赶来了 他们是来制止斯巴达战士私自行动的 约翰心中的疑惑更重了 他总觉得高层在刻意隐瞒什么 随即强行打开了那道铁门 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 约翰整颗星沉到谷底 果不其然 他和自己的小队接连受到数据控告 未经授权使用武器以及突鹰战机 用枪威胁指挥官等等 可约翰坚称自己没错 新王的先头部队早已潜入志远星 寇伯特小队大概率殉职了 凯斯上将都快气疯了 认为约翰患有严重的妄想症 记录显示扣伯特的任务地点并不在致远星 约翰惊呼不可能 他昨天亲自在电脑上查过对方的飞行记录 一定是有人故意篡改了数据 凯斯上将不想多做解释 宣布解除约翰的士官身份 在接受完精神评估前不得离开营地 约翰还想再说什么 凯斯立刻打断 没把你送去军事法庭已经人之一尽了 这回约翰算是彻底栽了 就连手下的斯巴达战士都颇有微词 可自从他的记忆觉醒后 再也不是从前那位无脑战士了 拿上前海军上将留下的通讯器 走进电梯后忽然出手 将监视自己的守卫打倒在地 斯巴达战士凯不想看到士官长一条道上走到黑 独自找到负责人艾克森 想替约翰求情 队长只是在做认为对的事情 况且斯巴达晓得是天生的战士 不应该一直闲置在基地内 艾克森早就看约翰不爽了 认为战士只要服从指挥就行 个人想法越多就越容易出问题 要不然约翰就不会打云监视自己的士兵 并逃离营地了 这下连凯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因为艾克森严重怀疑 约翰是不是跑去找星蒙特工会面去了 将凯全退后 他匆匆来到一处隐蔽房间 床上躺着之前在刺刀基地中发现的尸体 正是寇伯特率领的任务小队成员 致命伤口都是星蒙战士的粒子光刀留下的 匆匆改来的凯斯上将恍然大悟 原来约翰的推断是正确的 星蒙果然要对志远星下手了 此时的艾克森却异常平静 因为人工智能早就预测到了这种结果 他劝凯斯上将冷静下来 只会不及时比自己知道的更早 之所以没有采取行动 因为现有的兵力根本无法和星蒙对抗 他们显然要放弃这座志远星 目前局势下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快带着家人和财产跑路 凯斯斩钉截铁地表示 自己绝对不会离开 是陷入两难的境地 因为志远星也是他的老家 老父亲因为患有老年病 一直待在疗养人哪都去不了 艾克森曾经委婉地劝说 对方随自己离开星球 老父亲虽然脑子糊涂 但却固执得可怕 城市里的大桥是他亲手修建的 上面曾经留下妻子和死去女儿的足迹 即便城市毁灭了 他也不愿意离开这片故土 不过第二天 艾克森便已经有了决断 他再次来到疗养人找到父亲 亲手为给对方一粒要完 既然老父亲不肯走 他又担心对方落入敌人手中 那么死亡就是最好的结局 而另一边遥远的碎石心上 自从索伦被捕后 他的妻子莱拉 总感觉大家看自己的眼神怪怪的 路过一处转角时 忽然被一股距离拉入小巷中 仔细一看 正是儿子的好友冠 现在就连他都看出来 莱拉处于危险之中 因为索伦曾经的船员已经叛变 否则他也不会轻易被军方抓住 莱拉要想保命 只能带着儿子逃离这颗星球 果不其然 当他回到家里时 发现曾经的副船长 竟然反客为主 完全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家 莱拉心中憋着火气 板着脸赤则大幅离开 虽然对方失相地照做了 可其他船员的眼中满是玩味 曾经的警卫早已荡然无存 莱拉总算相信 观所带来的消息 几个人很快来到星球的船务码头 这里聚集了大量准备登船的游客 观在这里生活多年 早就摸清了桃柳的办法 即将登船的提示音响起时 正是混进去的最佳时机 轻易绕过巡逻守卫后 他们从侧门顺利潜入码头内部 随后便悄无声息地融入排队大军中 莱拉远远看见大副和守卫 亲密攀谈的模样 看样子对方就是出卖索伦的主谋了 她在心中暗骂一声 快速登上老公的飞船 确认儿子和官坐好后 莱拉立刻启动飞船 打算先行离开这里再说 却不想守卫士兵早早发现了异状 第一时间关闭了船务大门 莱拉不得不停下飞船 她将脖子上的项链取下来送给官 让对方带着儿子从侧门离开 只要登上另一辆运输箭 就能离开这座星球了 和儿子不舍得道别后 莱拉打开飞船大门 走下来就对背叛老公的船员拳打脚踢 看到官带着儿子逃离飞船 女人的心中总算松了一口气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份上 叛徒大富也不打算伪装了 她直言自己跟着索伦出生入死 但分道的酬劳只够勉强度日 而索伦自己却收集了大笔财富 大富想知道她将钱财藏到哪里去了 莱拉打飞索问 询问索伦现在在哪里 后者很痛快地交代 她被送往置远星的监狱了 莱拉得到想要的答案 便不再透露任何信息 大富觉得自己被耍了 再三逼问索伦财富的放置地点 见埃拉一副宁死不着的模样 她气愤地将人推入了周转舱 一分钟过后 里面就会变成真空状态 莱拉的表情总算有了变化 可惜现在做什么都晚了 令人意外的是 她竟然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原来是关机时出现 杀掉了大富 顺手还解决了那位女马仔 之前她只是将莱拉的儿子送上运输舰 自己则跑过来救人 如果她不这么做 莱拉现在已经是死人了 而此时的约翰再次找到前海军上将 当她说出新蒙的先头部队 已经抵达智冷星时 后者的脸上满是震惊 她没有怀疑约翰的推测 只是认为对方的做法太过激进 军方高层只需要听话的士兵 像约翰这种不稳定分子 即便掌握了真相 他们也会想尽办法驱逐 可约翰根本听不尽半个字 他只是单纯的想跟敌人战斗 保卫人类家园而已 现在整个星球上 约翰唯一能依靠的 就只有在殖民星球结石的 陆战女兵佩雷斯了 短短几天没见 后者竟然变得憔悴许多 原来她之前遭遇新蒙战事时 无意中截获了一截信号 经过漫长的破译 他总算明白了其中含义 约翰好奇地拿起耳机 里面传来星蒙战事的诗词 听上去像是战前动员一般 这段录音无疑失垂了 星蒙即将大举进攻至远星的猜测 就在这时 教堂外响起剧烈的爆炸声 难道外星人的进攻来临了吗 按照游戏剧情的走向 应该是星蒙的正式部队抵达了 这场战役耗费的时间非常久 起初人类还有一战之力 不过当星蒙的超级航空母舰出现时 人类便处于一面倒的劣势 即便核武器用出来了都无济于事 而约翰率领的斯巴达小队 则将迎来最为惨烈的战斗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的朋友记得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欢迎继续收看光环第二季的第四集内容 上集受到士官长约翰和陆战士兵佩雷斯 刚刚确认星蒙势力 计划攻占制远星 一颗颗光束炸弹便在城市中央炸开了花 街道上到处都是惊呼逃窜的居民 佩雷斯想跑回去跟家人会合 约翰却死死拉住对方 那类的轰炸最为密集 现在过去就是找死 即便防护最为严密的军事区 也因为停电陷入大面积黑暗 约翰的目的很明确 他必须回到舰队司令部 穿上斯巴达装备 否则战斗力跟普通士兵没有太大区别 佩雷斯想到自己也是一名军人 咬了咬牙快速跟了上去 军事区内的居民 此时并不知道袭击已经来临 佩雷斯着急的出声提醒 让大家赶紧离开 谁知下一个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惨叫声 约翰瞅准位置 一个野蛮冲撞 将隐身的新蒙战士撞倒在地 好在对方只是最低等的存在 他和佩雷斯相互配合 很快就将兽人打翻在地 约翰判断这只是新蒙战士的烧兵而已 大部队随时都有可能赶来 两个人匆匆躲进二楼的房间 确认外面没有追兵 这才齐齐松了一口气 于是出声安慰对方 不管你的家人是否还活着 首先都得保证自己的性命 否则再也没机会见到家人了 忽然隔壁房间传来响动 原来是位古董商人 还在看守自己的店铺 佩雷斯提醒他这里不安全 必须尽快离开 可古董商人却表示 这里很多东西都是来自地球的老路舰 自己不可能抛下他们独自跑路 佩雷斯还想再说什么 约翰实实地拉着他离开店铺 人类总是对故土有着莫名的执着 此时的陆军士兵已经开始展开反击 可是外星人的飞船已经取得制空权 约翰恰好遇到手下的斯巴达战士里兹 对方同样没能穿上铠甲 因为敌人破坏了通讯系统 所有士兵只能各自为战 前往舰队私运部的道路已经被阻断 约翰当机立断 看来几位陆战士兵 打算强行突破敌人的封锁 他们放弃了街道作战 而是钻入移动建筑的过道中 外星战士体型高大 在这里很难是展开来 众人边打边退 很快穿过了外星人的封锁区 可是没过多久 敌人的追兵尾随而至 光头大汗暗骂一声 在身上挂满极数炸弹 毫不犹豫地朝着外星人冲去 剧烈的爆炸总算阻断了追击 约翰和利兹来不及伤感 快速朝着司令部进发 与此同时 军事区的监狱内 星际大盗索伦和斯巴达前任负责人哈尔西博士 正在好奇的左顾右盼 因为外面时不时 传来剧烈的爆炸声 忽然周边的景象一变 监狱恢复成原本模样 没了电力的加持 不但虚拟影像失效 连电网大门都消失不见了 索伦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 哈尔西对这里并不陌生 是以索伦跟着自己 严格意义来说 这里并不是监狱 而是用来审讯的实验场地 各种虚拟影像 很容易攻破犯人的心理防线 即将走出去时 两人看到门口堆接着几具士兵尸体 看样子这里已经遭受了外星人的袭击 索伦本能的捡起几件武器 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让他的内心平静下来 经过一间办公室时 哈尔西遇到了老乡时人工智能 随着对方说的第一句话 得是快跑 原来兴盟的女吉斯已经赶来 身后还跟着一位精英战士 索伦的反应很快 直接朝屋子里 扔了一颗高爆手雷 而这边的约翰几人 已经抵达舰队司令部 四周躺满了全身血迹的伤员 和佩雷斯匆匆告别后 约翰正要去取斯巴达铠甲 一位士官却告诉他 指挥部的高层提前跑路了 他们带走了大量财物 以及斯巴达铠甲 约翰大骂一声 找到了唯一没有离去的 高层将领凯斯上将 如果不是他的坐镇指挥 想必舰队司令部早就沦陷了 两个人十分默契的 没有提及之前的恩怨 因为现在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 外星势力的陆地和天空部队 正在大举破坏制衍星的电力措施 如果轨道防御系统失效 星盟的航空母舰便会立刻起火 将整个志远星的表面融为玻璃 当务之急就是阻止星盟战士的破坏 给疏散居民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 约翰心领神会 很快明白了凯斯上将的作战意图 那就是集中兵力守住 地形战用的塞末皮莱 凯斯上将特意在全体将士面前 做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战舰演讲 不过塞末皮莱守不住 那么所有电力设施 将会暴露在敌人的偷刀之下 这也就意味着 志远星将彻底沦陷 为此还公布了约翰的士官长身份 要知道斯巴达战士 在普通士兵星中 还是有很高声望的 所有战士群起激昂地走向狙击阵地 领头的自然就是约翰为首的斯巴达战士 尽管此时他们没有铠甲在身 士兵们有序地躲在掩体后 等待敌人的袭击 这将是关系到志远星生死存亡的一战 谁知等了一刻钟 迟迟没有看见敌人的身影 约翰心中拥有些不安 下令再次发射一轮照明弹 伴随着一声巨响 隐身的兽人战士献出身形 所有士兵不与而同的开火 好在发现的还算及时 如果让敌人摸到身边 不善进战的士兵肯定要搞大霉 与此同时 哈尔西和索伦从烟雾缭绕的废墟中站起身 后者知道这里并非久留之地 一心想要返回自己的碎石心 哈尔西博士的格局还是很大的 尽管之前遭受了不公平待遇 但他还是希望索伦能留下来 帮忙一起抵御兴盟的进攻 哈尔西多年前培养斯巴达战士时 已经看出六岁的索伦 具有很高的战斗天赋 这是因为种种原因 让这位潜在的斯巴达战士 成为了现在的星级海盗 可索伦哪有这么轻易被收服 回到碎石心当一位土财猪 才是他最想要的生活 没多久两人便来到舰队司令部 凯斯上将告诉他们 楼上机库刚好有架民用运输机准备出发 三个人乘坐电梯很快抵达顶楼 逃难的居民正在有序地走进运输机 索伦没有跟着登船 而是警觉地朝着边缘空地走去 果然不出所料 大批新萌兽人从楼底爬了上来 索伦率领为数不多的士兵开始反击 正在阵地狙击敌人的约翰 忽然收到机库遭遇袭击的消息 他毫不犹豫地领着斯巴达战士前去支援 好在没过多久 平民已经全部登上运输机 正要启动时 凯斯上将发现燃油管路出现故障 他不得不走下飞船 重新修整控油程序 却不想兽人战士突然围了上来 凯斯上将不动声色地完成最后一步操作 看着逐渐靠拢的敌人 他淡定地点燃了燃油库 佩蕾斯寒这类启动了运输飞船 他绝不能浪费凯斯上将用生命换来的逃离机会 而抵达天台的约翰等人 终于跟索伦会合 两位好友来不及寒暄 因为又有大批兽人战士风涌而至 所有士兵自发地建立起一条牢不可破的防线 谁知没过多久 三名精英兽人也加入了战团 约翰毫不犹豫地冲入敌群 跟领头的大高个站成一团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对方靠近几方阵地 可他没有铠甲在身 哪里会是对方对手 一不小心还被激光炮击中 就当他彻底失去战力时 新萌的银发祭祀喊停了大高个 约翰手下的斯巴达战士 中口就爆出一团血话 约翰愤怒地大喊一声 可惜无力改变任何结果 当银发祭祀带着精英兽人离开 这场战斗总算告一段落 如今的志远星犹如一座孤城 指挥部高层的逃离 预示着军方早已放弃此地 约翰等人还能抵御外星战士的猛烈攻击吗 外星怪兽展开疯狂袭击 人类联盟迎来生死存亡的时刻 欢迎继续收看光环第二季的第五集内容 上级受到斯巴达战士 在志远星抵御外星人进攻时 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士官长约翰失受重伤 一名斯巴达战士当场殉命 即便星蒙女吉斯照走了精英兽人 可其他外星战士仍在不停发动袭击 星际大盗索伦和斯巴达战士立自顽强抵抗 可惜根本无法阻挡敌人的攻势 更加糟糕的是 因为志远星的轨道防御系统损坏殆境 星蒙的宇宙战舰陆续抵达 也许晕不了多久 他们就要发动玻璃化攻击了 忽然一只全身抬甲的可如兽人 从天而降 约翰大马一声率先发动攻击 可普通子弹根本无法破防 好在关键时刻 一艘飞船隔空对着兽人疯狂倾泻火力 原来是索伦的妻子来拉前来接应了 众人顿时精神大震 拉着沿野一息的约翰 以及哈尔西博士登上飞船 丽兹想到之前惨死的队友 竟然再次反身冲入战场 约翰连连示意他不要去送死 可后者就当没听到一般 硬生生顶着炮火 将同伴的尸体抬了回来 斯巴达战士绝不抛下任何队友 使之即将登船时 丽兹被一发炮弹击中 众人手忙脚乱将他拉上甲板 急匆匆逃离即将玻璃化的志愿星 看着智力破碎的地表 约翰再次陷入昏迷当中 哈尔西博士立刻实施紧急救治 没过多久 使官长从昏迷中醒来 不过丽兹的伤势比他还严重 必须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手术 现在只能勉强维持生命 约翰的内心极为复杂 曾几何时 斯巴达战士都是只知道 服从命令的战争机器 而自从他的记忆觉醒后 大家也逐渐恢复成人类该有的样子 有血性有自己的思想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 约翰心中的怒火更甚 他的斯巴达小队被海军情报局 如同工具一般仪器在志远星上 提前撤离时 不但连声招呼都没打 甚至还把战甲全部带走了 这时候他又想到 志远星来不及逃走的居民 哈尔西劝他冷静些 志远星已经永远地消失了 约翰只感觉一阵头晕目眩 再次将这笔账算到海军情报局身上 哈尔西给他来了一阵镇定计 现在的约翰太需要休息了 当他再次醒来时 曾经救过的小女孩官 竟然站在身旁 他是跟索伦妻子一起乘船来到这里的 看着仍然昏迷不醒的利兹 索伦告诉约翰 他们即将登陆阿莱里亚星球 那里属于三部管地带 一方面可以给利兹治疗 另外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 那就是寻找失散的儿子 当初关带着小男孩 混入飞船准备逃离殖民星球 可他为了解救索伦妻子来了 只能将对方留在飞船里 不过索伦已经打听清楚了 纳素运输飞船的第一站 就是这颗阿莱里亚星球了 几人刚刚抵达地表 利兹便被送进了紧急医疗室 哈尔西博士从旁协助 约翰只能傻乱乱地站在门口等待消息 索伦想要安慰几句 可对方好像什么都听不进去 最后只是招呼一声 他要去找儿子了 所以即便带着妻子来到最近的酒馆 这种地方一般都是消息集中地 索伦豪爽地掏出大把货币 询问老板知不知道 一位带着头盔 十岁大的男孩 后者果然是专业的情报头子 很快查到这几天 确实有个男孩降落在这里 不过被当地居民领养了 知晓儿子的下落后 索伦再次恢复撒脱本性 一旁的妻子实在看不下去了 先不说能不能找到儿子 众人刚刚经历了致忍心的覆灭 你是如何笑得起来的 另一边的女孩官找到约翰 他要给失去的斯巴达战士土葬 按照他们星球的传统 失去的人应该入土为安 约翰却不认同这种说法 斯巴达战士只要死在战场上 他们的灵魂便已经得到安息 从来没有什么土葬的说法 一番话气的官有头就走 他的父亲和族人 可是连土葬的机会都没有 而此时的丽兹总算从昏迷中醒来 哈尔西告诉他一个坏消息 由于脊椎遭到重创 丽兹就算能重新走上战场 战力也会大打折扣 后者绝望的眼神透露出几分释然 约翰得知这个消息后 连忙走进来查看 也不知道丽兹是不是真睡着了 他直言不讳地表示 只要走上战场 斯巴达战士永远是最强的 看到哈尔西在旁沉默不语 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当初你为什么要选择我成为斯巴达战士 所有孩子当中 当时约翰的表现并不算出色 这时候外面忽然传来嘈杂声 原来官打算独自安葬斯巴达战士 却不想遭遇当地居民的阻拦 按照他们的传统 任何人死亡了都必须进行火葬 这样才能让灵魂得到自由 官倔强地表示反对 这时候约翰走过来略微思索一番 竟然统一了火葬的方式 因为当地居民口中的自由二字 触动了约翰某根心弦 这不就是他一直在追求的东西吗 另一边的索伦夫妇 经过一天的奔波 总算抵达儿子的住处 谁知领养他的居民一场彪悍 认为索伦夫妇根本不配当孩子的父母 初次见面时 那位孩子独自流浪都快饿死了 索伦将几乎抓狂的妻子叫到一边 表示自己有办法收服那两位居民 毕竟他是经历大风浪的人 一番威逼利诱下来 两人总算同意他带走儿子 快要心碎地来了 远远看着自己的孩子 整个人差点流出泪来 谁知摘掉头盔一看 对方并不是自己的儿子 询问后才得知 在院书船上 索罗儿子用头盔找他换取了一份食物 来了整颗星顿时沉入谷底 他们再次弄丢了儿子的踪迹 而这边的火葬仪式已经准备完毕 刚刚苏醒的利兹也带病前来参加 死去的斯巴达战士 六岁时便被哈尔西选中 亲生父母死于战乱中 约翰觉得斯巴达战士就是一家人 他要不惜一切代价 让哈斯战友的人血债血肠 当火把点燃尸体的那一刻 约翰的双眼闪耀着熊熊怒火 哈尔西似乎看出来了什么 劝他千万不要做傻事 见对方充耳不闻 哈尔西突然来了剧 当初约翰确实没有成为斯巴达战士的资格 但是他和光环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 所以才特批让他参与实验的 哈尔西觉得约翰应该继续探索光环的秘密 这才是让人类获胜的关键 可后者却坚持要去找海军情报局 以及艾克森报复 如果不是他们之情不报 外星入侵前未战先逃 这远兴的居民以及战友就不会枉死了 那个怀揣拯救世界梦想的约翰 早在志远兴一战中已经死了 第二天一大早 索伦的妻子莱拉再次找到酒馆老板 昨天他思考了一晚上 认为对方有时在瞒着自己 说话时不慌不忙 将钢丝缠在铁柜上 酒馆老板为对方的气势锁破 终于到处实行 索伦儿子被海军情报局的人带走了 两人终于有了新的目的地 正好跟约翰要去的地方一致 零出发前 约翰走过来提醒丽兹该上路了 谁知后者却表示 自己要留在这颗星球上 属于他的战斗已经结束 约翰搬出从前那一套 斯巴达正是永不放弃 丽兹却是看得无比通透 认为约翰还是放不下 仇恨也好责任也罢 只会一直压着他喘不过气来 是官长明白这番话的含义 只有抛开枷锁 才能获得真正自由 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有些事情他必须亲自去完成 可约翰怎么都不会想到 人类联盟的基地内 曾经的忠实手下凯 意气风发地穿上了斯巴达战甲 此时的他已经代替约翰 成为新一任势官长 这是项目负责人艾克森给凯化的大饼 只要他能完全服从命令 自己就将斯巴达军团扩充到100万人 这股力量足以横扫宇宙任何势力 凯坚信自己一定比约翰做得好 于是开始疯狂训练新招的斯巴达战士 想不到原路战士兵佩雷斯也在其中 虽然他的综合素质不错 但是穿上斯巴达铠甲后 需要适应各种新增的能力 尽管他和队友们已经十分努力了 但还是没能完成模拟训练中的任务 开给大家总结作战中的失误 以及外星敌人的弱点 他认为只有经过大量的模拟训练 才能成为合格的斯巴达战士 佩雷斯忍不住当场笑出声 他打心底看不起这位新任指挥官 之前这远星遭受新盟袭击时 约翰率领的所有斯巴达战士 都在拼死抵抗 只有凯当了逃兵 跑到人类联盟总部担任新的指挥官 佩雷斯到现在还记得 凯斯上将为了掩护运输舰逃走 选择跟外星战士同归预境的情景 凯听完后不由地皱起眉头 看他反应似乎并不了解 这远星战役的具体细节 距离不远处的办公室内 前海军上将正在跟艾克森坐在一起喝茶 现在的战事比较紧急 人类联盟竟然又将他请回来官复原职了 上将提醒艾克森多加小心 19小时前有艘飞船完美避过防线 降落在了这颗星球上 他认为既有可能是约翰和哈尔西博士来搞事了 果不其然 此时的约翰正拿着望远镜看着联盟基地 同行的索伦忍不住惊叹 这颗星球没有地图标注 更没有坐标记录 约翰竟然能评计以轻易找到 不过他最关心的还是如何救出自己的儿子 约翰点点头选择跟索伦兵分两路 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潜入联盟内部 找那些抛弃致远星的家伙算账 只见他一个跨步冲入巡逻的队伍中 仅仅一瞬间就将守卫打搬在地 却不想四周的居士后 竟然埋伏着更多守卫 约翰缓缓举起双手 神态确实轻松无比 他就这样走进了人类联盟基地 尽管四肢都被铁帘拴住 可这对约翰来说根本不是事 只见他的手脚一起用力 现场的守卫全部滚翻在地 即使约翰没有铠甲在身 但他的一身蛮力 根本不是普通士兵可以抗衡的 看样子联盟对约翰的了解并不透彻 另一边的凯正处于疯狂训练中 看着模拟环境正是致远星大撤离时的场景 埃克森突然现身打断了凯的模拟战 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将那批新兵 训练成合格的斯巴达战士 不过凯却感觉困难重重 他们的身体素质远远达不到要求 毕竟第一批斯巴达战士 都是哈尔西博士在他们六岁时便选中训练的 目前那些新兵连一次模拟任务都没能完成 埃克森劝他别灰心 只要勤家训练总能获得回报 于是新兵们再次投入到激烈的模拟战斗中 这次他们的推进格外顺利 尽管还是有好几名队友牺牲 不过佩雷斯等人最终来到了敌方的控制中心 当病毒密尧插入的一瞬间 整艘外星飞船陷入瘫痪 所有新兵忍不住欢呼绝跃 他们总算通关了模拟任务 只有佩雷斯察觉出了不对劲 他感觉这次训练的难度降低了不少 凯听完后恍然大悟 第一时间找到负责人埃克森 询问他为什么要调低训练任务的难度 后者无比爽快地承认了 这是将新兵逼到极限后的奖励 即便他们无法达到第一批斯巴达战士的高度 但至少能在数量上进行弥补 还没等凯反应过来 埃克森打开了之前 约翰攻击守卫的监控视频 建凯的注意力成功被转移 他继续开口忽悠 褪测至远星的负面 是因为约翰勾结新盟的营发女基斯导致的 如今他又跑到联盟基地来 肯定还有更大的图谋 凯坚持认为约翰不是那种人 结果埃克森故作为难地说出了最高等级的机密 之前新盟攻击前哨基地时 抢走了一件藏物 而人类仅剩的另一件藏物 就放在联盟基地内 牧师正在刁难白发女基斯 他总觉得对方是来自人类的间谍 恨不得一刀砍了基斯 好在有精英战士极力维护 看样子一人一兽的关系还不错 待两人离开后 人类联盟的人工智能现出身形 这是兴蒙入侵之远星时 白发基斯趁乱抢来的 他最大心愿就是通过藏物再次返回光环 可出摸了很多次都未能成功 基斯思虑良久 觉得问题应该是出在约翰身上 也许只有两人同时出摸藏物 才能返回光环之中 人工智能突然表示自己能够帮上忙 前提是将他介入兴蒙的传输阵列中 基斯自然明白其中的风险 可为了达到目的 他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而此时的约翰 还在联盟基地内四处转悠 他想确认艾克森所在的位置 但是这里的守卫森严 并不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 约翰好不容易来到一间资料室 正想查询基地内部的布局图 身后突然走进来一道身影 转过头一看 正是曾经的下手凯 对方带着捉约翰的任务而来 可约翰却认为凯被蒙蔽了 真正导致志远星覆灭的 其实是海军情报部的不作为 他们甚至提前运走了斯巴达凯甲 可凯早就被艾克森的谎言先入为主 认为约翰满口胡言 甚至还激动了动起手来 约翰劝他仔细想想 咱俩认识多久 你还不了解我吗 结果凯戴上头盔 用千斤中的拳头代替了回答 约翰非但没有还手 甚至还鼓励凯一定得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 这是斯巴达战事最基本的守则 后者略微犹豫一番 直接将约翰打晕过去 并没有选择将他抓起来 位于指挥中心的海军上将 匆匆挥退周边的工作人员 下一个人工智能的身影出现在前方 他指出了星盟舰队所在的位置 海军上将满意的点点头 原来他早跟人工智能制定好了反击计划 让对方想办法接入星盟的传输阵列 这样他就如同联通了网络一般 将有关星盟的一切信息传送过来 可海军上将没有想到的是 人工智能竟然同时找上了约翰 他告诫对方必须赶在星盟之前抵达光环 约翰则是一脸蒙圈 他都不知道藏物在哪里 人工智能露出人性化的笑容 接下来交给他就行 话音刚落 一道门径自行打开 有了人工智能的帮助 约翰一路上简直畅通无阻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他的脚步 连巡逻的守卫都会被提前隔离在通道之外 与此同时 正在联盟基地附近徘徊的关 总感觉神秘的红翰老太 在给自己指引方向 一路上绕过不少守卫 他最终抵达一处地洞旁 红翰老太是一关跳下去 小女孩毫不犹豫地照做 即将落地时 他被一束光拖在空中 哈尔西博士从黑暗中走来 原来这里是研究基地的秘密路口 两个人拿着照明灯一路前行 可惜没过多久 哈尔西博士停下脚步 在他印象中前面并没有分岔路 难道是后来改建了隧道 关转过头再次看见那位红翼老太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 对方果然又指出了正确道路 两个人顺利抵达研究基地 哈尔西看到了曾经的小助理 只不过现在已经成为此处的负责人 而上方基地中的凯 此时正在跟艾克森对峙 他想知道约翰说的那些都是不是真的 后者摆出无奈的模样 表示志远星的负面是无法避免的 他所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挽救而已 比如说将凯带离志远星 谁知这番话并未收获应有的感激 这小真相的凯 立刻朝着训练师跑去 此时的他终于醒悟过来 约翰还是那位正直的士官长 他是受到了艾克森的蒙蔽 才做出许多愚蠢的事情 另一边的约翰在人工智能的引导下 总算顺利抵达藏屋的放置处 却不想迎发祭祀 因为将人工智能接入传输阵列 发出的信号被兴盟的牧师捕捉到 这无疑就是他串通人类的铁证 随即下令让精英战士处死银发祭祀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精英战士的李子道 忽然砍向自己的同伴 他竟然为了银发祭祀 不惜成为全族的叛徒 而此时的约翰正在缓缓靠近人类 祭地里的藏物 与之相对应的 星蒙里的藏物开始亮起光芒 银发祭祀激动地爬上前去 两人如同约电好一般 一起伸手摸了上去 下一刻两人便一起抵达光环世界 这里的土地广袤 山清水绿到处充满生机 丝毫看不出半点宇宙大杀气的模样 约翰对银发祭祀心存借地 认为是他带领星蒙战士 覆灭了志远星 数百万居民灰飞烟灭 可后者却觉得理所当然 人类和星蒙本就属于敌对势力 战争哪有不思人的 约翰的面色冷峻 这就是你要把星蒙带来光环的理由 届时整个人类可能会因此覆灭 银发祭祀摇摇头 在他眼中光环并不是杀伤性武器 而是带来和平的希望 大家可以在此建立生机盎然的新世界 因为他们俩人才是光环世界的主人 可约翰却坚持外星人始终是外星人 就在这时 空中出现星蒙战士的虚影 两个人同时退出光环世界 无形的环形能量扣散而出 海军上将立刻猜到其中原因 下令无论如何都得抓住约翰 如果那些斯巴达战士得知士官长没死 偏知道会引发什么动乱 原埃凯之所以能够上位 成为新任指挥官 全都依赖于艾克森编造的约翰已死的谎言 海军上将甚至想到更可怕的后果 那就是约翰会不会揭发情报局 放弃志远星的事情 艾克森也有些慌了 表示自己完全是听从他的命令 结果海军上将立刻撇清两人的关系 他可不隶属于海军情报局 随即便开始指挥消灭新蒙战舰的战役 因为人工智能已经发来了对方所在的位置 只不过那里的环境十分险恶 又是太阳要搬 又是超新星活动 甚至还有一个超级黑洞 做出决定派出所有斯巴达战士 采用大规模登陆的方式歼灭敌方 艾克森满脸无法置信 新一代斯巴达战士是他毕生的心血 虽然比普通士兵厉害 但也不是用来攻击新蒙舰队的 可海军上将的态度十分坚决 无论付出多大牺牲 人类都得取得此战的胜利 因为新蒙舰队靠近的并不是黑洞 而是超级大杀器光环 原来银发女祭司离开光环的时候 主战派的牧师和精英兽人的战斗还未结束 对方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将透露舰队位置的银发祭司当场格杀 却不想人工智能的影像凭空出现 就在牧师愣神的一瞬间 银发祭司从后方突袭 直接一刀刺穿对方心脏 解决掉了最大仇敌 他如愿以偿地在地图上标出了光环所在的位置 这就是大批新蒙战舰集结在光环附近的原因 海军上将也通过人工智能 知晓了对方的位置和意图 至于银发祭司利用光环 让外星人和人类和平相处的计划 他连想都没想过 而此时的约翰在人工智能的指引下 一步步朝着基地深处走去 忽然一队士兵拦住了去路 他们是奉命前来捉拿约翰的 只不过士官长的名头实在太过响亮 女指挥官再三下令开枪击杀 士兵们愣是动都不动 最后甚至违抗指令转身走人 这是后凯的身影出现 一拳打翻了指挥官 在他意识到自己被艾克森蒙蔽后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寻求约翰的谅解 可后者的怨念 无同掏偏火焰 认为凯不信任自己就算了 关键还听信了想要害死自己的艾克森 凯想进一步解释原由 可约翰却不愿听下去了 他只想尽快找到自己的战甲 两人却不知道 此时艾克森的内心正在滴血 因为屏幕上的斯巴达战士 犹如飞蛾扑火般冲向星盟的战舰 眼看第一级团军负灭在即 海军上将的目光建议 决定派遣第二级团军继续攻击 并让第三级团军做好准备 艾克森感受到对方的决然 认为他不可能无缘无故让斯巴达战士送死 可仅凭个人力量 怎么能够歼灭星盟的战舰 艾克森拿着斯巴达战士训练用的尖刺 来到电脑前 输入星盟战舰等相关参数后 电脑竟然模拟出人类获胜的概率颇高 他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转身离开实验室 却迎面撞上约翰和凯两位仇家 想不到人工智能竟然将他领到了这里 因为艾克森肯定知道斯巴达战甲所在的位置 约翰忍住想要杀人的冲动 决定先拿到战甲再动手 谁知艾克森突然来了剧 海军上将撒谎了 刚刚的电脑分析出 斯巴达战士平常训练用的尖刺 并不能摧毁单艘战舰的操作系统 实际上它是一个压缩巨变引擎 产生的爆炸足以摧毁 方圆百万英里的一切 届时不仅仅是星蒙舰队 连人类舰队包括斯巴达战士 甚至是光环都会湮灭 这就是海军上将派遣斯巴达战士 前夫后继登陆星蒙战舰的原因 只要有一个人成功 他的目的就达成了 这种预示巨焚的做法 连凯和约翰都觉得不寒而栗 两人在艾克森的引路下 总算见到了封存起来的战甲 可惜另外一具铠甲的主人已经不在 约翰看向艾克森的眼神充满杀意 后者的求生欲还是很强的 表示撤离志远星 他也只是听命行事 约翰想想也是 最终决定留他一条小命 但是必须告诉所有人 情报局放弃志远星的龌龊行为 艾克森含着泪点头答应 即便自己身败名裂 总好过小命不保吧 待对方离开后 约翰突然告诉凯 他觉得海军上将是对的 不过让星蒙掌控了光环 整个人类将岌岌可危 如果成功阻止对方 即便所有斯巴达战士死光了 也是值得的 凯点点头自然明白其中道理 他决定跟着斯巴达军团一起出发 毕竟那些人都是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 约翰没有阻拦 转头望向战甲陷入沉思 而另一边的哈尔西博士河关 已经抵达秘密研究基地 这里的建造者实际上就是光环的建造者 人类发现这里后研究多年 也没解开背后的秘密 依靠哈尔西之前留下来的笔记 小助理只是破解了小部分 打开了密室大门前的小匣子 哈尔西博士认为 这是人类和外星人的基因序列 虽然看上去十分珍贵 但和门后门的东西比起来 根本不值一提 小助理突然掏出一个古朴金属盘 这是哈尔西离开实验室后 他在地球古董堆中找来的 尽管不知道具体作用 但看着材质 也许跟这处实验基地有关 而站在不远处的观正正地看着大门 莫名觉得这些纹路有些言书 之前他在山洞里就见过类似的线条 于是顺着记忆摘下一颗石头 结果大厅中闪现出星空的影像 原来破解大门密码的关键 不是数学也不是语言 而是眼前的浩瀚宇宙 他按照山洞里星辰的位置 开始逐个移动空间里的光点 完成最后一步操作后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眼前的光点逐渐汇聚成光环 缓缓向着大门方向聚拢 当两者合二为一 大门竟然自行打开了 哈尔西的眼睛瞪了老大 想不到困扰人类多年的难题 就这样被关解开了 几个人迫不及待走进大门 一条光柱形成的路面延伸而出 哈尔西兴奋地踏步向前 想不到光柱的镜头还有一扇门 他拿出助理之前找到的圆盘 嵌入中心点后 大门再次打开 映入眼帘的时间巨大实验室 角落里还躺着一具科学家尸体 几人同时发现 对方手里握着什么东西 刚刚拿到手 实验室里的仪器开始破碎 小柱里立刻意识到不妙 连忙拉着众人朝外逃去 光柱形成的小道正在急速消散 下方的黑暗逐渐显现出城市的轮廓 哈尔西根本无法理解 要何等高超的智慧和技术 才能创造出如此伟大的作品 他觉得科学家手中的奇怪石头 绝对会给人类带来难以想象的收获 而此时的约翰已经穿戴好铠甲 畅通无阻地朝着船雾方向走去 中途经过休息室时 无意中遇到好友佩雷斯 对方已经穿戴好斯巴达战甲 准备去前线和新盟决战 女人内眼神满是坚毅 即便知道此战凶多吉少 但她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前往 因为自己从小就是在斯巴达战士的熏陶下长大的 约翰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 眼神中满是欣慰 她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坚守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这时候只会忠心监控到 一艘飞船未经批准飞离了基地 而驾驶者正是约翰本人 只见他快速设定好空间跳跃的路径 目的底正是新盟舰队所在的位置 身边传来密集的火炮声 而佩雷斯和凯所在的小队 已经做好了登陆准备 约翰仰望星空 巨大的光环漂浮其上 宛如主宰一切的神灵 以上就是光环第二季的第七集内容 下周将迎来本剧的大结局 喜欢的朋友还请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人类遭遇远古病毒袭击 请各间化为毫无意识的怪兽 欢迎收看光环第二季的大结局内容 上集说到人类联盟派遣斯巴达战士 准备跟外星战舰决议死战 可他们这种单兵作战单位 却对抗庞大的航母舰群 简直就是以卵击石 随便一发火箭炮 便让人类运输箭解体 好在斯巴达战士的铠甲坚硬无比 佩雷斯冷珠不停翻转的身形 快速朝着敌军战舰飞去 身旁一个个同伴被炮火击落 他极力控制身体进行规避 竟然幸运地靠近了一艘战舰 一起抵达的还有凯以及另一名战友 看着从头顶飞过的航空母舰 所有人不由地惊叹一声 凯提醒大家先潜入这艘战舰再说 所有斯巴达战士尽量朝治理集合 而此时的士官长独自驾驶飞船 也来到双方交战的区域 不过他的任务是抢在外星人之前抵达光环 不像凯率领的斯巴达战士 他们只是海军上将安排的炮灰 尽量拖延新蒙靠近光环 或者找机会跟对方同归预境 看着斯巴达战士一个个倒下 约翰心中升级无形的怒火 随手关掉了与海军上将的通讯器 值得庆幸的是 此时的凯已经在新蒙舰艇内 集结了不少斯巴达战士 他们小心翼翼地顺着过道前行 经过一处拐角时 大量新蒙战士突然现身 原来他们早就做好了扶击的准备 粗步急防之下 斯巴达战士瞬间倒下好几个 凯没想到来袭的敌人这么多 第一时间护叫支援 水之一艘巡洋舰刚要过来接应 就被上方的航空母舰击碎 斯巴达战士心中一沉 看样子他们成了真正的孤军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抵达控制式 利用尖刺引爆战舰的压缩剧变引擎 可这是玉石剧焚的最后手段 一旦连锁爆炸开启 人类和新蒙的舰队都会覆灭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斯巴达战甲的能量即将耗尽 他们只能捡起敌人的武器展开厮杀 佩雷斯在活动中不小心受伤 歪在地上一动不动 看着身旁的战友一个的倒下 走投无路的凯不得不抽出尖刺 正要插进战舰的控制台时 受人战士进攻的步伐突然一致 随后便在嘶吼中倒在地上 战场的硝烟散尽 献出士官长约翰的魁梧身影 他终究还是前来支援了 因为斯巴达战士从不放弃任何队友 如今双方的舰队处于胶着状态 约翰叮嘱千万不要插入尖刺 现在还不是玉石剧焚的时候 随后他便独自跳向外太空 朝着光环方向飞去 而这边的联盟基地内 小助理还在潜行研究 刚刚从上古遗迹中找到的奇怪文物 在显微镜的观察下 他觉得这个东西就像是容器 里面储存着陈设了上百万年的包子 只是不知道为何 他们竟然出现苏醒的迹象 一位研究员好奇地凑上去看了看 出门后他就感觉脑袋有些晕沉 甚至连旁人说话都听不清了 仅仅十分钟不到 研究员的眼神开始涣散 一旁的大胡子正要询问几句 他猛地冲上前一刀扎了下去 而此时的小助理脸色逐渐变得苍白 因为苏醒后的包子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繁殖 还在基地后方寻找儿子的索伦夫妇 忽然发现前方瞑漫着大量烟雾 他莫名感觉有些熟悉 这不就是训练斯巴达战士的场景吗 多年前索伦被哈尔西博士抓走 他和约翰等人也经历了类似的场景 由于烟雾的能见度相当低 索伦根本无法应付突然出现的敌人 最后非但没能抢回儿子 连妻子莱拉都在混乱中被抓走 索伦和官匆匆退回仓库修正 后者心中一动 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他觉得必须马上离开基地 好像有可怕的东西正在降临 可索伦哪里顾得上这么多 还是先救出老婆孩子再说 无比巧合的是 斯巴达战士的负责人艾克森 因为私自给约翰提供战甲和飞船 如今被海军上将无情地关押在大牢中 而他对面的邻居正是索伦的老婆和孩子 这时候一名劈头散发的女子突然出现 转过头时竟然有个虫子爬了出来 莱拉姆子吓了一大跳 连忙缩在房间最内侧 谁知感人者竟然将脑袋强塞进护栏中 脖子上甚至还钻出一根尖刺 忽然连续的枪声响起 感人者应声倒地 原来是艾克森拔出了门口守卫的手枪 只是这么一折腾 对方竟然也苏醒了 而此时的索伦和官已经抵达监狱内部 过道上虽然有不少守卫 但全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两个人搞不清状况 无比默契地避开了这些人 没过多久 他们来到监狱的监控室 匆忙缓过一周 总算找到了关押莱拉的牢房 两个人毫不犹豫地朝着过道冲去 恰好遇到艾克森牢房门口的感人者 连续几枪将其击毙 索伦打开了牢房大门 一家三口总算团聚 看着可怜兮兮的艾克森 他略微犹豫一番 最终还是放了对方 因为艾克森刚刚出手救了莱拉母子 几人整理好装备 小心翼翼地朝外走去 却不想过道上已经聚集了大量感人者 索伦率先发难 子弹狂喷在前面开路 官和艾克森在两旁侧应 奋力砍杀源源不断的感人者 好不容易杀出一个缺口 众人快速逃向过道大门的另一侧 却不想妻子莱拉竟然关上大门 并在外面将其所死 原来他被远古包子感染了 默默对着索伦说了句我爱你 随后便消失在过道的黑暗中 而太空战场上距离光环最近的新萌战舰内 银发祭司的脸上满是惊喜 人工智能提醒他 如果战舰以现在的速度冲向光环 接地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 银发祭司突然想到对方和约翰的特殊关系 心中莫名产生怒火 他决定将对方当场销毁 反正现在也用不上了 没过多久 一身战甲的约翰来到战舰大厅 看见破碎的人工智能载体 他的心中猛的一沉 可就在这时 耳边响起人工智能的声音 原来他的系统既存在了飞船系统内 好在约翰及时赶来 他也不用随着飞船一起毁灭了 眼看距离光环越来越近 约翰怒吼一声 将能量蓄在右臂上 紧接着一声巨响传来 当约翰睁开双眼 他看见不远处还在燃烧的飞船废墟 不过受损了草地 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人工智能现出身形 他发现光环世界竟然是人工智能 和有机生命的结合体 不过想要将其掌控 必须进入那州高大的建筑中 约翰知道银发祭祀已经先一步出发 可他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此时人类和星蒙的战斗仍在继续 佩蕾斯的伤口已经修复完毕 他和队友被转移到运输舰修正 尔凯则独自留在星蒙的战舰上 既然不能用尖刺预示巨焚 他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 那就是操控战舰 静止朝着最大的航空母舰撞去 巨大的火光照亮了整片太空 指挥师响起了洪亮的掌声 解决掉敌方的指挥中心 人类联盟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可就在这时 哈尔西看见旁边的指挥官有些不对劲 下一刻对方就猛地扑向同伴 整个指挥师瞬间乱作一团 哈尔西最先反应过来 第一时间退出去观景大门 看着海军上将等众多指挥官惨死当场 他第一时间来到小助理的实验室 脸上不见丝毫慌张 反而带着几分兴奋 这种包子来自远古某个极为发达的文明 咱们可以借助他们了解更多信息 小助理还在差一时 便看见哈尔西竟然站在原地呆立不动 原来他也被远古包子感染 而此时的索罗含着泪 带着大家登上了自己的飞船 看着越来越远的地面 男人的心中一阵感慨 为了解救儿子 竟然把妻子搭进去了 他不知道来到这里 试得还是错 而这边的哈尔西虽然也感染了 但是小助理并没有放弃 而是将他急速冰冻起来 以许以后的科技能够找到治愈的办法 可惜那些当场殉命的战士们 再也没有办法再见了 位于光环的银发祭祀 此时已经抵达高大建筑前 他正准备触摸大门开关 约翰及时赶了过来 精英兽人怒吼一声 表示这次绝对不会放过你 随即一人一兽缠斗起来 这次约翰有铠甲在身 可以说状态处于最巅峰 巧妙拼掉了兽人最擅长的离子刀 他抓住机会就是一根猛锤 没过多久 精英兽人便倒在地上无法动弹 约翰想起曾经被他杀掉的斯巴达战友 拍起离子刀毫不犹豫的刺下 银发祭祀剑壮 联盟打开建筑大门 可约翰却是不慌不忙 是问对方不是要给世界带来和平吗 谁知后者的想法早已改变 他决定启动光环武器 将人类联盟和星盟统统灭掉 到时候世界自然只剩下和平了 忽然天空逐渐显现阵间的轮廓 祭祀剑壮连忙走进控制建筑中 约翰自然不能落后 打开门飞快跟了上去 水之过道中竟然出现一只独眼机器 他说有个东西在下面等你很久了 以上就是光环第二季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